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小看念佛堂 如理如法的念佛堂 比大道场殊胜壮严 为什么呢 往生的人多 一个往生 就是一个人去成佛了 两个往生两个人去成佛了 这还得了吗 小小的念佛堂 是阿弥陀佛 在这里设立的 借赢往生的战 专界上根者 正先如来之大智大慧 专界上根 这个上根要注意到 遇到这个法门 坚定的信心 一生 绝不改变 一门深入 常识寻求 他决定成就 这三个人 许许多多成就的人 他用了多少时间 三年到五年 这不是上根人 什么是要上根人 好像是三四年前 深圳黄中长居士 三十才出头 很年轻 听到这个法门 他就发心闭关专修 闭关三年 向下立居士 护关 年十个月 还差两个月圆满 他欲知识知 念佛往生 你说他什么根性 算不算上上根人 他在闭关三年当中 每天一步无量寿静 佛号不间断 那时候要问我 我用地形老和尚 教念佛人修行的方法 老和尚的方法 真的叫善巧方便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就接着念 你看 对身体 精神 一点压力都没有 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念 不分周一 什么时候累了 什么时候休息 休息好了 起来就干 他就用这个方法了 地老这个方法好啊 没有丝毫压力 年十个月 阿弥陀佛就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就是此地讲的 专界上根 上个人 听到这个方文 死心塌地 相信 没有一点疑惑 有疑就不行了 他心定不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 闭关的这些大德们 闭了两三个月的时候 偷偷地就跑出来了 那是什么 他受不了了 他受不了了 在官方里头 也没人跟他说话 所以没有坚定的信心 不容易 三年的世界 在官方里头 不能大车大悟 他也得念佛三昧 就肯定会得到 念佛三昧得到了 往生就没问题了 念佛三昧得到了 那真的是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了 你的心念 跟阿弥陀佛就通了 佛来接应 你看多数十 所以我们决定 不可以小看 念佛三昧 如理如法的念佛三昧 比大道场 殊胜壮严 为什么呢 往生的人都往 一个往生 就是一个人去成佛了 两个往生 两个人去成佛了 这还得了吗 小小的念佛堂 是阿弥陀佛 在这里设立的 借赢往生的站 真心 真愿 真干 一个都不露 具有明妙心菩萨 真的是小念佛堂 只有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过过陈就 拿得了吗 圆满了 这明妙心菩萨的西方确实 这个小厕史 是从佛堂里面 脱的信息 应光大肆 给他做证明 佛堂东西 是鬼神 不能相信 只有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这不是假的 用光大肆给他做证明 所以他这本书 也在净土重书里面 变进去了 是我们末法时期 学佛的好榜样 这上根的意思 我们要搞清楚 想一想我们自己 是什么样的更新 这个很重要 如果上根 一定要得定 一定要开智慧 那就难了 我们走不到 阿 祢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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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